欢迎来到我们的网络社会节目 今天的新闻内容让人震惊不已 首先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过境美国期间 强调了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威胁 称其为台湾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还提到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角色 尤其是在半导体和高科技产业中 展现出战略重要性 接下来我们转向一起令人发指的案件 英国一位祖父因强奸自己的孙女长达13年 而被判刑25年 这起案件让人痛心 受害者呼吁更多人勇敢站出来 打破沉默 抵制性侵害 最后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决定赦免其子亨特·拜登 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两党的激烈批评 拜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军 对这一决定表示不满 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联合早报报道 台湾总统赖清德在过境美国期间 与智库进行闭门座谈 他明确指出中国大陆 是台湾目前最大的挑战 在演说中 赖清德强调台湾在全球供应链 尤其是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中的重要角色 并表示台美伙伴关系的强化 展现了台湾作为可靠伙伴的战略重要性 他还提到 台湾将继续加强自我防卫能力 与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 捍卫自由 民主和法治的普世价值 此外 赖清德与美国众议院前 议长佩洛西进行了讨论 涉及半导体 人工智能 和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等议题 社交媒体上披露了一起令人震惊的案件 一位英国祖父因强奸自己的孙女长达13年 而被判刑25年 受害者在此期间多次被迫堕胎 案件引发公众的愤怒与关注 事后 受害者勇敢站出来 呼吁其他受害者也能勇敢发声 令人痛心的是 这名罪犯在狱中因重病去世 未能接受更多的法律制裁 在美国 拜登总统决定赦免其儿子亨特·拜登 引发两党强烈反对和批评 拜登为此辩护 称亨特遭受了选择性和不公平的起诉 强调他并未干预司法程序 然而特朗普则借机质疑这一决定 是否也涵盖了2021年1月6日国会 大厦袭击事件中的被囚禁者 指责拜登的做法存在双重标准 这一赦免不仅引发了共和党人的指责 连部分民主党人也对拜登的决定表示失望 认为这可能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白宫则坚称拜登是出于对儿子 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关切做出的决定 社交媒体报道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发出严厉警告 若在他1月20日上任前 加沙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为释放人质 将面临巨大代价 他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表示 实施反人类暴行的责任者将付出沉重代价 同时法国英国和德国外长呼吁 以色列确保人道援助畅通无阻 联合国则形容加沙局势 可怕且具有末日气息 并指出当前的援助水平远远不足 240万居民面临饥荒威胁 以色列则将援助受阻的责任 归咎于人道组织 并承诺将回应真主党对停火协议的首次袭击 法国世界报报道 中国官媒光明日报评论员董玉玉因 与日本外交官接触 而被判7年有期徒刑 这一判决可能会对外国大使馆 与中国人民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董玉玉的案件引发了对中国言论自由和外交 接触风险的深刻反思 许多人担心 这将进一步限制知识分子与外界的交流 影响国际关系的正常发展 比利时政府颁布新法令 性工作者将享有与一般劳工相同的工作保障和福利 如育婴价 退休金等 成为全球首个给予性工作者 如此全面权益的国家 性工作者梅尔和苏菲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强调在缺乏保障的情况下 许多性工作者不得不冒着健康风险工作 尽管新法未性工作者提供了更好的法律保护 但批评者指出 仍需解决人口贩卖和剥削等问题 以确保这一群体的真正权益得到保障 社交媒体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面临美国不再考虑归还核武器的情况下 依然坚定表示不愿意在主权问题上妥协 美国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明确指出 美国将专注于增强乌克兰的常规军事能力 而非提供核武器 尽管乌克兰在东部战线面临俄军的推进 泽连斯基依旧强调 任何北约的邀请都必须涵盖乌克兰的全部领土 显示出他对国家完整性的坚决捍卫 同时 乌克兰军队也在努力抗击敌军 成功破坏了俄军的防空系统 展现出顽强的战斗意志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引发热议 画面中20多人趴在地上 疑似是为了迎接公司高层而进行的欢迎仪式 这一离奇的场面让人感到困惑 网友们纷纷猜测背后的原因 尽管这段视频在今年9月就已流传 但依然引发了公众对于职场文化和企业氛围的讨论 另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是 前消防队长詹姆斯·施瓦尔姆被控一级谋杀 涉及其妻子阿什利的死亡 阿什利的尸体在一辆着火的汽车内被发现 而施瓦尔姆在得知妻子遇难时情绪失控 显得十分悲痛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 逐渐揭露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 施瓦尔姆的身份和事件背后的故事 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社交媒体报道 墨西哥政府对中国制造的假冒商品展开了严厉打击 墨西哥总统在与川普通话后 立即下令军队和警察突击查抄 位于墨西哥城的义乌城 这是一座以销售中国商品而闻名的市场 行动中超过200名执法人员参与 成功收缴了约9万件伪造品牌的商品 这一举动引发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布鲁斯·威利斯的近况同样引人注目 这位曾经的好莱坞巨星因罹患失语症和额念叶失智症 而退出影坛令无数影迷感到惋惜 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 他与女儿们共享温馨时光的照片被广泛传播 展现了家庭的爱与支持 女儿们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中 布鲁斯手持史上最好父亲的牌子 传递出浓浓的亲情令人感动不已 在泰国,24岁的俄罗斯女游客卡米拉·别里亚斯卡亚 在苏美岛因巨浪不幸身亡,令人痛心 她原定于几天后与未婚夫结婚 然而在拍摄瑜伽视频时 突如其来的巨浪将她卷入海中 虽然搜救队迅速感到 但由于恶劣的海况,救援工作受阻 最终她的遗体在离事发地点约一公里的茶问海滩被找到 未婚夫对这一悲剧感到心碎 透露两人已恋爱五年,并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婚礼 泰国的季风天气也提醒游客 在游玩时要时刻保持警惕 避免靠近危险区域 社交媒体报道 纽约市发生了一起公寓内的枪击事件 导致一男一女受伤 警方已对多名嫌犯发布通缉令 呼吁公众提供线索以协助调查 事件发生后,警方迅速展开搜捕行动 并利用社交媒体发布嫌疑人的照片 以期尽快将其绳之以法 此次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纽约市治安的关注 尤其是在公寓等密集居住区域的安全问题 路透社报道,随着川普当选总统不到一个月 非法移民的数量却出现了显著下降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 11月在美墨和美加边境的非法移民逮捕人数大幅减少 尤其是在美墨边境 逮捕人数降至自2020年7月以来的最低点 川普曾承诺在第二个任期内 将加大对非法移民的打击力度 并威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 促使两国采取措施解决移民问题 对此,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领导人已开始进行相关磋商 以应对可能的经济后果 社交媒体的另一则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 吴柳方的粉丝数在短时间内激增58倍 接近600万,成为网络热议的焦点 与此同时,网红管沉沉因对普通人生活的批评 而遭到大量网友的反对和指责 这一事件不仅引发了对网络名人影响力的讨论 也让人们思考在社交媒体时代 如何平衡个人观点与公众感受之间的关系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